Hello,大家好,我是穆布斯 这是一台平平武器的ROG掌机 但是它鲁大师跑分 把TS跑分 它2077超级光追 帧数37帧 PUBG三极致150多帧 在不使用XGM的情况下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也是一台没那么平平武器的ROG掌机 它搭载了AMD的旗舰Z1异形CPU 那团16G 而它的显卡都是一块7600MXT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说来又话长了 在去年的GPD Winmax2上市之后 因为其独特的M2230接口在机器背部 非常方便扩展 就有了一群大神将其改装 做上了Oklink接口 时间来到2023年7月 Oklink接口在GPD Winmax2 2023款上原生搭载 我们也测试过了 在本月上市的GPD显卡基站GPD G1 也同样支持Oklink 所以我有了这样一个大胆的想法 这是一个2230M2转Oklink转接版 这个是特殊制造的 对GPD G1针对性优化了 我们将ROG掌机拆开来 将转接板插入到ROG掌机的固态硬盘位 上紧螺丝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裸露着屁股的ROG掌机 然后将我们G1的线插进Oklink转接板 听到这一声闷哼 至此 GPD G1的线就插入到了ROG掌机的里面 非常的紧 为了让ROG掌机不会察觉到自己没穿裤子 我将原本后盖的海绵垫贴到了他的眼睛上面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感光组件 把他后面的眼睛捂住 那他就不知道了 为了进一步驯化ROG掌机 我找了一个扩展坞 我们插上其他品牌的固态 已经提前将系统做好了 插入电源给ROG掌机插电 开机 随着GPD G1的数据 固态的数据 从几个口源源不断涌入ROG掌机的体嫩 ROG掌机一声交贺 由此改造完毕 就可以进入系统 看到我们的ROG掌机已经变成了另一种样子了 目前来说 内屏跑分不太正常 核显驱动识别错误 因为他已经不是原来的他了 不过接外屏后一切正常 连上我们的一壶手柄 就有了如同他原配XGM的一部分体验了 毕竟是我们绿了他 但是阿雷叫的也好大声 你说什么 第一个体验嘉年华的人是圣者 出发吧 比平线 这里是莫提哥 已经有汽车从前而降 但现在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超级巨星 前往嘉年华的路上 如果您刚刚抵达地平线墨西哥 那么惊喜即将到来 准备开启您人生中最精彩的地平线冒险 听见了吧 这是最后一场入境获热航班 与AMP1直接的尖缩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了好了正经一顶 这种玩法呢就是突发奇想 牛头人一下 玩一玩不建议大家认真 我只是验证了一下这个方式是否可行 但是依然有未知性 目前来说使用Oculink接N卡会稳定一些 DEE的核显驱动和7600MXT的独显驱动是有冲突的 想要将它完整安装还是需要特殊方法的这种方式 依然不适用所有玩家 目前主要是后盖的开孔问题比较麻烦 不过我看手语大神已经在研究了 第一个验证方式可行的就是它 然后就是可以看见GPT G1的兼容性还是非常强的 毕竟机器是死的 人是活的 想要使用它方法还是有的 再次提醒本期视频为整活内容 非教程非推荐项内容 本人不会为此做任何问题解答 不负任何责任 谢谢大家理解 这就是穆布斯 我们下期再见